我现在是在韩钢130万吨冷闸薄板工程施工现场 再过几天这里将生产出韩钢低卷冷闸薄板 同样是钢材 这种薄板的市场价格将是普通钢材的五倍 做紧急年的跳征 汉钢的减载产量由国区的7%已经讲到3% 搬载产量斩现在硕有产量的7%以上 河北省野金协会最新调查数据显示 河北淘汰小钢铁取得明显成效 钢铁深加工产品逐步增多 钢材板贷比达到50%以上 存量调强 增量调优 是今年河北省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抓手 截至目前 全省对总投资4700多亿元的 5500多个载件拟件项目进行全面清理 对其中264个不符合要求的项目 做出停件 缓件 限期整改和取消立项等处理 使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与此同时 通过延长产业链条 做大做强传统支柱产业 拉动经济增长 截至目前 河北先后有700多种新技术新产品 投入生产领域 新增效益200多亿元 使占河北85%以上比重的传统产业 光彩重生 焕发出勃勃生机 今年前10个月 河北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967.7亿元 同比增长百分之 今年1月到11月 这家企业的产值和产量 由此双方增加了百分之30以上 目前天津已经有116个 像这样重点扶持的优势产业项目 投产达产 成为拉动天津工业增长的绝对主力 天津工业在全市经济中的比重超过百分之50 为促进工业持续高速发展 天津坚持高水平是财富 低水平是包袱的发展理念 用优势产品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去年天津投入资金达300多亿元 扶持符合产业发展规划的优势项目400多个 拉动了天津工业在高水平上高增长 今年1到10月份 天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4343.84亿元 同比增长38.8% 增幅和绝对量都创造历史新高 广西借助承办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有利时机 强化资深的桥头堡作用 有效吸引国内外资本进入 促进了全区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发展呈现出近十年来 少有的高质高速增长势头 近日又有一批来自国内其他省市 和东盟国家的投资项目 落户位于南宁的中国东盟经济园区 涉及投资额27亿多元 不到一年时间 园内已经引进各类企业70多家 以制药 机械制造 农副产品加工为主 也是希望通过在广西的投资 更好的融络到中国东盟的 这个十加一的大市场中去 地处西南边境的广西 是我国唯一与东盟国家 既有陆路又有海上通道的省份 在我国和东盟国家的经贸交流中 占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一到九月 全区合同利用外资17.3亿元 投资额超千万美元的 外资项目30多个 同期超亿元的内资项目 也有49个 而刚刚结束的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更为广西带来了 200多亿元的投资大单 一批规模大 科技含量高的项目 明显加大了二三产业 在广西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是山东藻庄的一张特殊名片 它不仅是藻庄的骄傲 更激励着藻庄人民 以不怕困难 不畏牺牲的精神 走出了一条诚实发展的新路 1940年 一支专门捣毁日本侵略者 铁路能源运输线的游击队 在山东藻庄诞生 他们在白礼铁道线上 打的侵略者魂飞弹嗓 记者在早庄采访时 正值最新改编的电视连续剧 《铁道游击队》在这里开机拍摄 从小呢我们就看这个铁道游击队啊 在早庄人建设家乡的精神动力 今天早庄这个阴霉而新的 资源型工业城市经济已成功转型 过去啊就是一回一回 就瓦煤炭 扫水泥 面临着资源的苦劫 加大了结构调整的力度 这个再发展显性能源 拉长参业链 加快高音技术参业的发展上下功夫 近三年 早庄市关闭了上百家小煤矿 压减生产能力300多万吨 关闭水泥生产线43条 压减生产能力271万吨 目前一大批以煤炭资源为原料的 煤焦化工 热电化工 水煤浆及发电和高分子材料项目 正在早庄蓬勃发展 再建的重点项目过千万元的 就有430个 生物制药 新材料 精细化工 等一批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 破土而出 随着我国青少年网民数量不断增长 越来越多的网站 现在开始注重推出 健康向上移情意志为特点的网络内容 引导青少年享受绿色文明的网络生活 中青网是目前国内最大的 青少年门户网站 网站的品牌栏目 民族魂 血祝中华开办三年多来 总访问量已经突破两亿人次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青少年 我们平常就喜欢上一些 就是青少年那种网站 比如说什么中青网 还有一些学校的校园网 然后像那些就是网上的教育 还有现在网上一些比较好的那些论坛 我们也经常去 我少年在线的网站上的游戏特别多 有休闲类的 设计类的 还有意志类的 特别喜欢上这个网 我经常上少年电脑世界这个网 里边有好多弗类的事 为青少年提供内容健康 形式活泼的服务 我们大概12月中下旬吧 我们也推出一个就是 相对来说要健康一些的游戏活动 游戏这么一个栏目 同一个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些 娱乐活动吸引青少年 我们将共同开展 中国青少年绿色网络行动 对不良的信息 有害的信息进行过滤和屏蔽 让青少年成长的空间 网络空间更加健康 据统计 我国目前有网民8700多万 其中18岁以下的网民 占到了17.3% 达到了1500万 针对青少年自我防范意识较弱的特点 感谢阿姨